早上的9点2时 6分 现在是证券贵买重新的副总经理 您副总经理 在2017科技人企业进入日本市场的计划 上致辞 我们听听看贵买重新在加什么 农国计划成果发表会和商机的联合会 这个让我非常的感动 因为过去我们在推动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说 青藏资本市场是我们贵买重新的业绩 大家都认为是说是在当初贵买重新 那我们今天看到农额会 它的立场是在固执这个 企业 农业 农企业 然后呢跟我们资本市场来做一个结合 那其实呢 最近这几年来 我们可以感受到农业农企业呢 已经跳出过去传统的一个印象 以及进入了一个新的世代 那我们看到好多好多的年轻朋友 以及农友们 他们都分分的为我们台湾的这块土地呢 注入他们的热忱 用很创新的理念 用很高科技的这个技术 来改造呢 过去我们所谓的这个传统的农业 让它成为友善土地 友善人类的一个新兴的产业 那因为这样子的一股热潮呢 也带动了我们去思考我们的食安问题 我们怎么样去有这个友爱我们的这个自然的环境 还有怎么利用我们的农业的资源 这样子的一个议题 那其实呢 这些农企业呢 在整个的这个实现他们的理想过程里面呢 也会面临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其实刚刚这个顾主委有讲到 我们台湾的农业技术 其实在世界上是非常有这个发展潜意的 应该是数一数二的 这个我们非常有信心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都是想小农小农 那这个市场呢 我们看到其实过去的鸿海台积业 他们都是规模非常小的 可是呢 透过这个市场有充足的资金 做他们的后盾 让他们能够好好的发挥 那这个是我们这个市场非常期待的 也希望我们把这么好的农业上的技术 然后结合我们这个市场上面的这个资金 在整个的发展过程里面 能够好好的来发挥 那过去呢 我们贵买中心呢 在协助这些农企业的过程里面 其实农委会一直都是我们最好最佳的合作伙伴 然后跟我们这个帮助也很大 所以就成为这个顾主委大家有讲过的 我们贵买中心呢 目前在新会跟上会里面已经增加了一个板块 叫做农业科技 那过去的话呢农委会呢也帮忙协助有出具这个 这个科技农业科技的这个意见书 然后也担任我们创会版的这个推荐单位 那目前公司呢 在我们这边登陆创会的有八家公司 登陆新会的也有八家公司 那么上会的有两家公司 那么在这个这些公司里面呢 今天我们也很高兴的看到有一些公司 就是未来做大家的会跟大家做这个新的的分下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也是期许我们贵买中心能够翻演好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如果说各位这个啊 先进在整个的这个啊等的过程里面呢 如果有需要我们贵买中心的 我们都非常乐意的来协助 那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贵买中心的挺经营 也会跟大家介绍我们贵买中心所提供的服务 还有我们过去呢 协助公司的一些状况 那么我们很期待呢 能够跟农委会一起携手呢 来帮助我们农企业 那么希望我们的农企业呢 能够在国际上面呢 为我们台湾的科技工企业呢 让他有一个崭新的这个理念 这个是我们非常期待的 那最后呢 我预祝我们今天的活动呢 能够圆满成功 那么在座的各位嘉宾呢 都能够身体健康 那公司都能够这个啊 业绩长统能够出业绩竞争率上 那谢谢大家 谢谢 以上是贵买中心的副总金 也在2017科技工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计划上的支持 记者的英国人台北报道